中華市擁明國中自訂立心的家庭 因為小孩畢業後 做成擁明教育主愛協定會 自中間會提供中學金 給全中華館國中修學生 120名的學生 每一個人都說有1萬塊的中作學金 來自中華館來的國中修學生 一日中台領獎 第二年來本法中作學金的 擁明教育主愛協定會 是由一群烈心的家庭來組成 他們一開始是擁明國中的學生家庭 小孩畢業後他們組成福德團 三年前先立教育主選協定會 對一開始只占對擁明的學生 全中學金 從年開始就很愛心 散步到全中華館 我們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精神 每一年都有在我們館來 一些比較艱苦的小孩和學生 當然你也要老十多 每一人都頒發一萬的獎助學金 同時我們這個協定會 我們也做一些這些 救助比較艱苦的人 一年開始我們在這個 這個 這個館來 這都是我們這些協定會 這些職業會 每個集數來 為我們的中華館 這些六歲的團體 做一些好事 用明告由主審協定會 強調 本處在到協定會 將學金的股東社 東俄有120位 有的是科研成績 有的是因為 在特殊財靈上表現突出 總共辦法120萬內 將做學金 希望這群小孩 優租成就之後 買檔會開胸利 到現在的新聞 充其量中華 彩虹報道